阿里玛青地形是非常陡峭的 即使我们的人员能够攀爬上去 但是我们的一些很重的设备 像我们的兵型转机 是没有办法靠人在这种陡峭的兵面上搬运上去的 而且这一次我们采用了这个直升机的话 就比较轻松的就可以把我们的设备 从大本营直接一步到位运到我们的导转地点 在过去我们中国兵站考察了几十年 这还是第一次采用这种直升机 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进行科学考察 我们昨天晚上是站在一点半 晚上一点半 一旦转碳到二十八米 发现它是点心的温宾 在这边就冰床的温度非常高 接近于零度 也就是零点 复在零点几多的冰温度 所以这这个点现在或者是含冰冰床的温宾 这个冰性研究员它主要是为了获取气候变化 用什么指标来获取气候变化 主要是通过里面的这个原基础的降水 降水同位素里面包含了气体 里面包含了粉尘 所以它含有气候变化的各种各样的指标 通过我们这样连续地分析下去 它就可以得到一定时间尺度内 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过程 然后通过这样的过程 我们又可以了解到气候变化的机制 或讨论ика 或讨论器 让我准备 Apollo M1 D 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